克舟求剑 有一个楚国人出远门,他在乘船过江的时候,一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剑落到江中的极流里去了。 船上的人都大叫,剑掉进水里了。 这个楚国人马上用一把小刀,在船弦上刻了个记号,然后回头对大家说, 这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 众人疑惑不解地望着那个刀刻的印记,有人催促他说,快下水去找剑呀。 楚国人说,慌什么,我有记号呢。 船继续前行,又有人催他说,再不下去找剑,这船越走越远,当心找不回来了。 楚国人依然自信地说,不用着急,记号刻在那儿呢。 直至船行到岸边停下来后,这个楚国人才顺着他刻有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找剑。 可是他怎么能找得到呢? 船上刻的那个记号,表示这个楚国人的剑落水瞬间,在江水中所处的位置。 吊进家里的剑是不会随着船行走的,而船和船舰上的记号却在不停地前进。 等到船行至岸边,船舰上的记号与水中剑的位置早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这个楚国人用上述办法去找他的剑,不是太糊涂了吗? 他在岸边船下的水中,费了好大一阵功夫,结果毫无所获,便招来了众人的讥笑。 课船求剑是指刻个记号便于打捞宝剑,比喻办事刻板,拘泥而不知变通。 如时事已变,课舟求剑却会成为前进的绊脚石。 空前绝后 晋朝顾凯之,才华出众,学识渊博。 他的绘画才能更是出色,闻名于世。 顾凯之画人物,神态逼真,形象生动,与众人不同的是,他画人物从来不先点眼珠。 有人问其原因,他说人物传神之处正在这个地方,一语道出了其中的诀窍,使人叹腐。 当时被人称为三觉,才觉、化觉、吃觉。 南北朝时的梁朝,又出了一个叫张森瑶的大画家,他善画山水、人物、佛像。 在当时,名气很响。 梁武帝见了许多寺庙、佛塔,都命他作画。 据说,有一次,他在一个寺庙的墙上画了四条龙,却没有给龙点眼珠。 旁人问他为什么不点上眼珠? 他说,恐怕点了眼珠,这些龙就会破壁飞去。 众人不信,坚持要他试一试,他便点了两条,果然破壁飞去。 这一传说,虽然夸张得近于荒诞,但说明了他作画记忆很高超。 到了唐朝,又出了个更有成就的画家,吴道子,即绘画书法大成于一生。 他的山水,佛像画,文明当时,且写的一首好字,有殊胜之称。 据说,他曾为唐玄宗画巨幅嘉陵江图,几百里山水,竟在一天之内画好了。 他在景玄寺中画了地狱变相图,不画鬼怪而阴森逼人。 相传,看过这幅画后,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人,大有人在。 所以,后来有人评价这三个画家时,认为顾凯之的话,成就超越前人。 张僧尧的话,成就后人莫及,而吴道子,则兼两人的长处。 空前绝后,是指从前没过,今后也不会再有。 如,万里长城的建造,是空前绝后的。